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漂亮 这一波守得是非常的不错 直接是一波刷屏 这一分小黎是很关键的左右 我们可以看到小黎这个位置没事闪 第一时间小黎就在左晃右晃 左摇右摇了 这边这波应该所有的道具应该是 砸到了叉车跟三项组合 组合箱这个位置应该可能是这样 反正至少包点F4这边是没被白的 这样的小地图就是 怎么讲呢 就是战术执行力比较强一点 大家就是集合一波 只要道具打到位 然后人第一时间能补上去战术就能成功 一旦有一个环节道具没打好 那个地方那个没吃道具的那个位置上的防守 很有可能就能刷屏 是的 这一分的话我们可以看到 汉宫是选择了一个牵引的防守 其实刚才第一分应该也是一个牵引的防守 就是整个的一个外面位置是有这个保围者在的 而且刚才的这个包点位置是站的人是比较多两个人 看这边是不是要反清一下广场的位置 三人还是要小刀吗 又来了 看一下后续中路这边呢在干什么 有一个补也补到小刀来 四号位留在了中路应该是18吗 还要来小刀吗 18在单点 炸一下插车 这边 没炸别人多少血 自己反被别人反炸了 两个60被炸了 这边哈罗也是从观众位置是来到了一包点 一包点是三人的一个防守 你可以突然发现 SV在这个赛季在打沙丘的时候 特别是喜欢 前轻通过手雷上的一个运用 去轻一些他们自己想轻的一些点位 这边是四人的一个广场位置 应该是要轻点了 广场并没有人 来看一下这波 夏浩已经摸到这了 这边看到了马泽在那空点直接走 哇这波 B水这边直接给了一个闪光 Sony直接拉出来一个双杀 这波是守得非常不错 这边还要拉吗 直接补掉 只剩一个念旧 哇这边直接控住了 完全不露点 三个大惨 哇这边大药补上也是不得很快 这波也是守得非常的漂亮 这波是 上来第一时间去在小赵想炸叉车的时候 应该是被汉宫这边的防守队员反了一个小刀的高爆 直接炸了两个大惨 这边又要打快的吗 SB今天整个这个状态就是打战术执行 打的也太快了吧 就前期不去做任何的这个铺垫道具什么的赶在下巴 这边没有办法 所以说就潜艇杀就这样的地图就是打战术的呀 这边小刀要直接拉 但是水下这边的人比较多啊 又被吃下来了 中路念旧第一时间偷溜过来 有没有人意识到 打药第一时间没被打掉 啊 我枪碎了 三比零了吗 要四打一这边大要是一滴血 这一波 啊 SV今天上来前三分有点有点急 对就打得特别着急 看一下马哲的一个一打三的残局 我觉得这 他在这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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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分拿不下得正常情况下要叫的暂停 三比零 但是这 你记得SV在之前的比赛 不怎么叫 他基本上不叫暂停 呃上一轮在对阵谁的时候他是有叫暂停的 有有叫有叫 看一下三比零还是没有叫 这边来听一下选手的听不出力哦 这其实这三分打的我觉得不像SV你知道吧 这三分打的太激进太激进了 我还依稀的记得 SV打白沙的沙丘 把白沙打的 各种模各种道具慢慢清理 一个一个位置 给你打的明明白白的 打的比较细节的一些东西 反正是今天这三分看过来 他们想通过 他也想有一个改变吧 对 有有有一个改变有一个改变 你看 在SV打沙丘 这个手雷炸完之后啊 就是在上远 对待白沙的时候 现在队伍跟SV打这个沙丘啊 这个很多队伍都不太敢组合箱 站在什么组合箱插车这些位置了 都各种就是拐角处就就蹲着 这边是要封一下碧莲的烟吧 这边是要封一下碧莲的烟吧 这边是要封一下碧莲的烟 应该是 来看一下这个烟 大地图上可以看到碧莲已经封好 也就是打掉了桑莲 这边两个一滴血基本上等于 对 这边血量都不是很多 看一下这边满血的汉空的防守队员 能不能取得一些优势 哎小黎这边是被炸了一下好像 对应该是 5打3 血量上 这都不是很多 反正在中路这边应该是炸包点炸到了 嗯 中路这边要过点 一个一包点 一个一门外 这边 扔了烟扔了闪 要来打臂马 帅锋这边是一门外打掉了两个 要转B点 B包点还有人 也反闪了 这时候又来打A A包点 他是把小黎藏的好好 我们看一下A门能不能帮助 哇这边被凑了 一个 哇两个三选这边 帅锋三的 打药也偷了一个 脸就 三打五 打药直接拉出来 4比0 这不叫暂停吗 应该稍微的调整一下 三比0是应该叫暂停的 现在4比0还不是没有叫暂停 刚才是一个五打三的一个局面 哇今天这个真的是感觉到好像 汉公也是自己在沙车路上准备了很多的东西 但是确实SV今天哎漂亮马德士直接 小道拉出来换掉了一个 但是这个 没有人补枪吗 怎么一个人就拉了呢 而且没有人补枪 对 有点着急了 怎么又一个后续呢 怎么样吃闪了吃高闪了 这边又可以直接走了 这样的话又是一个四打三 而且现在是 4比0啊 这边是 小九的血量也是非常的残 念旧是半血 看一下小道念旧能不能摸牌一下 看到擦车 这边要炸一下小离 炸得到吗 炸到 哇直接应该塞脸了 这边是帅锋想反摸一下念旧 被念旧侦插出来了 三打三 三打三这边有残血 这样慢慢来 慢弓出细火 这才是SV我们所了解的SV啊 看一下念旧还是在小道口在不断的散生找人 哇 这边是 吓我一跳 我以为这个穿不死 那没 踢一脚 这有点激动一下子按到一键了应该是 锁定了最后一个小九是在小道 直接把小小道的小九撑死无比零 这个比分我相信在赛前应该是没有人没想到 这个感觉 精彩的压雷神臂的兄弟们 完了今天晚上 没事 刹车这个图保卫确实是优势图 看一下又要四人小道 还是前面打了战术 四人小道一个中路 这波看一下 又是反一个伞 一个 一换一 但是这把应该是进包点了 终于这波是同步进了包点 一打三 这分应该是有了 这波小离只做了一个一换一 而且在小道四人在往下出的时候 应该是别的位置没人能帮到 没人帮小离 没人帮到 这边是SV拿到他们的第一分 1比5 哎你知道我跟崇宇没听到什么了吗 啊夹币 夹币 不是再来一波吗 啊啊 我不知道我会不会看清楚我看 隐约啊 哇这边是好是在来还是在啊没有BB是带包的 应该也是过来还是得来先炸一下 啊这个真的 针对性很强就是打起来 但是这个雷 这颗雷直接打了吗 夹A 我听懂了一个夹子 这个 哇这个手雷本来说扔的挺好的 直接被进了 这波呃包店的这个小离根本没反应过来应该是 没有帅风还是小离没有防伤的一个准备 对 因为没人的和道具直接提枪就往里面进了吗 这边今天的沙丘SV是给我们展现了各种就是战术的执行啊 1万1小道2打4 那这个就没了呀进不来了对都是残血 2比2比5 这分我听懂了一个夹子我现在夹什么 大概是这个意思我听成夹币 看见夹币看见夹币 2比5这两分看过来又又来吗 我只要看到四个人集结我感觉又要打中路直接拉吗 没有扔波雷 这波感觉第二时间中路就直接上了 韩国这边急死了 没把第一时间重兵去架一下水下 然后把把第一时间没办法不去帮耶 结果SV这边把把小道就这么第一时间就往下下 唯独那一局没有加水下水下直接出了但是被刷掉了 这边18在小道第一时间也被发现 这边小道18也被发现 这边直接蹭掉小黎 2打3 这边打药也是直接补掉了长血 只剩一个马哲 下头 还好这边是拐到但是马哲的血量也是比较的健康 看一下这个一打三的残局能不能成 他找刚才另外一个在包点呢 已经小道闹出去了 对 再找人 这边子弹好像不是很多 啊 这没有了2比6 这个 好快啊 这个节奏 6比2 这边看一下上半场最后一分 但是如果说SV作为这样的一个浅 不是哪怕这样的一个战略 他拿到了三分的下面还是可以打 还是可以打 对 因为确实沙丘这个地图上保卫真的是优势 依旧是那么大 来看一下这一分最后一分 SV这边是不是要给我们展示一波比较细节一点的 啊一波战术还是依旧会选择四人小道或者说四人中路直接下椰子这样的一个方式 广场位置应该想清一下 哇这颗烟雾但是直接没人好没人好 刚才说直接落地落下来吃了 炸一下组合箱 啊这边还是补了个烟雾 如果这个烟雾不补的话 只是你去清理的功能位置并不好 来了中路要清点 吃白了 但是过点大药一换一 两个 哇中路也拿直接拉了出来 三打二 哇这边又是中路的 就正面跟你直接就是你拉出来亲我亲中路 我也要时间直接反亲中路 7比2 什么东西他说指点迷津 他说昨天晚上你给我指点这个起作用的 指点迷津 在什么地方的发屏什么东西 7比2 反过来我们来看一下这边 我只能说 SV刷新了他们这个进攻的时间 从这个90多秒估计得提高到70秒了 然后这边 对7秒都不用 然后这边汉宫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依旧打这么稳 肯定很慢 汉宫这边我觉得这是三场第四场比赛 汉宫第一次最接近胜利的一次了 我觉得真的要好好保卫一下的 看一下SV的防守还是比较的 之前的比赛当中还是比较的牢固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场 这边还是先控时间 还是这个老战术 目前是过去了60秒 他们在这个100多秒打的话 差不多在这个红秒四五十秒的时候 开始爆发一波进攻 看一下现在汉宫 还是在不停的各个点位上在空点 很担心 SV这边会不会第二时间会拉出来 看一下A连的防守 A8点F4 这边是小九 组合箱是念旧 雪下这边是应该左右开弓 然后B连那边是留了一个18 这边这个闪也是要请中路吗 要反清 47秒 对吧还是40秒到50秒进攻 还在空点 40秒 35秒 30秒 应该叫好像叫加A 30秒 哎 代包的是来到了B区 BY这边是有两个人 但是B连这边滚没人啊 这边应该过不来了 过不来了 拖的太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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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旭这边的一个三杀 这波长旭第一时间在水下给了一个闪光之后 基本上就没了 这边A包点跟这个外长还有一个人 没时间下包了 完全没时间 拖的太久了 7比3 7比3 S这边手下第一分 汉公这边拖的有点太慢太慢了 而且来的时候 感觉有一点就是说实在没时间 有点硬的头皮再往打 道具都没人 你看B连那边烟都没封 就给一个告白没了 这边也要来个四小道吗 爆发一下四人的一个小道 我们看一下A包点只有一个人 只有一个 应该是小九吧 两个 这个天就过来了 是白了直接被打掉 小九这边换掉两个 三 这边是马泽在 马泽在外场帮他 这是在外面第一时间补过来 杀掉两个 我想说这个包点好像还没进去呢 怎么直接被打掉两个 这个也是被炸了一下 一打三 哎 6点了 一个 那是18的补枪非常非常的快 7比4 和保卫优势确实还是比较的大 是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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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3 2 2 2 3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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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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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1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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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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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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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你又怕手刀签订 光阳位置你也怕有人 你看随时让你中路这个位置有烟雾 还在等 一个闪光 中路四人 直接拉吗 马则这边是被打残血 直接拉但是这时候藏在包点的马则 马则的包点被发现了 哎这还混了一个 这边是直接没办法 因为马则的血量是非常的低啊 这个其实有个信 就是十八打到第一个人 有没有直接拉这个拖出去 他觉得可能就一个人就想要偷的这个 反正这份汉空是交易的 交了一个暂题 8比5的比分 三分的领先 这边还是允许SV有再一次自己的一个失误 刚才那一分的话 让到汉空打的也特别果断 这一分 我觉得赢在一个关键点 在于他前期就把光阳这个点给清下来了 对吧 他不是中期的点 他在前期把这个点给清下来以后 直接选择了这个币区 先空一会以后 直接爆发了一波币区 而且手刀是留了一个 如果又放在中后期去打的话 其实我觉得作为SV而言 其实各个点位的一个 不防应该会人会比较多一些 看一下这个暂停 其实这一分还是对于汉空来说 非常非常的关键的 一定会不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比方8比5 汉空这边是有三分的优势 哇直接再次来小道吗 还是要来一下 来了又来了 他又来了 小九 这边是有一个单点5号位是在 我们看一下 是在斐加碧莲这边 可能是第二时间要往碧莲 扔一点道具吗 还是怎么样 这边选择了一个双A包点 前后白箱子 看一下还是要往下走吗 摔风是一个人空间 但是他自己是带包的呀 水箱里面又去了一个 这时候A包点是一个双人 啊就那颗烟雾了 这个高爆应该是没炸到 回来了空了一分半钟的时间 嗯然后再用个15秒挑箱子 要清一下中路一分钟 要清一下中路一分钟 哎 中路第一先过去一个 给他相信就 跌了 面条在不停的闪声 那高爆完全都没有炸到 40秒再次红秒 直接拉出来拼枪 这个18 哇打两个巴手呀 对 这边这波应该是机会不大 要往B点转 还是要往B点转 看一下B点的防守谁 长旭 拖时间 哎 这个站马路中间吗 还是小道应该第一时间 能帮到了吧 那没了没了没了 长旭的一个三杀 这个应该是所有人 站在这边马路中间 被长旭这边是 被这个B小老这边这个人 全部拖住了应该是 8比6 SV再半一分 我直接是起飞了 跟枪加雷 是的 这边带了两枪加雷 当他切出枪那一瞬间 队友就已经爆点了 嗯 哇 这样的话第一时间 先掉了一个局的情况下 4打5 现在虽然说领先2分 但这边对面拿手 整个对面的心态就不一样了呀 我上半场落后了5分呀 这边又是选择了一个 中防A点的一个站位 这边一连的18也是胆子非常的大 完全就赶一个人赶拉 感觉好像也没有鞠来 这时候也没鞠 改架子这边 哎 哎应该看到了对 穿了两枪 这边是 相公在什么位置 是把念旧给偷了 这个应该水下吧 一两 水下 应该水下摸牌了吧 应该 汉公又控住了 小道集结 看一下这波的四人还是 要打一个夹击 A包点人多啊 三个小道一个中路 三个小道一个中路 两个A包点 帅夫哇这边是钻进去的一个 一个 这边没血了看一下小九 这边 哇这边小九拉出来打了 两个残血啊 就是刚才你打了一个一个 完全有机会打这个一打一 现在第一时间就不该蹭我的 我感觉好像有动作有点多 应该直接大大方发过去 对 往脸上怼的那种 是的 8比7这番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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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退 这边应该 感觉 汉公这边也是因为刚才整个的下边的状态以后 感觉有点凝重啊 对吧 因为被打了一个6比1这样的一个上班 上班长7比2开开心心 这大家都是各种哎 你给我昨天那个怎么怎么腻的我 教我的还不错我用到了 开窍了啊 有些收收获很多 但是下半场这个角色一换完之后 又迷了 来看一下这边哇中路直接拉 还是没敢还是没敢对 试探了一下看没能漏就直接回了 哎直接过了要来找18的位置 18的位置 好 道具很多两边都各种道具啊现在 这边是勾闪光了 两边各种挑各种道具 对但是这边汉公这边大药和 呃大药这边是一个残血 帅锋这边也是被稍微的炸了一下 直接往背包点走了 这边哇 一边那边 杀很多了 那没了直接串掉了 没了8比8 8比8 这比赛 7比2的比分打成了8比8 看一下非常关键 这时候双方又是回到了同一起跑线 看一下大药第一时间一个人小道 哇两边都是水了感觉 都水了一下 都水了 而且但我看到那个好像练就头上是吃了个闪的那种感觉 对 那大药这边应该是没吃到任何的 这边是要炸一下包点 炸到了吗 没看到这个血量 对 看一下A包点马上 但是看这个站位应该是没应该是能没炸到 我刚才是三个A包点啊 现在重防 中路拉了一下 这个包点应该也是给了一个高闪 发现是没有人 这时候店就又是偷偷的是来到了中路的盲点 是的 看一下汉宫这一番 我纪念是其实已经是到了 对 蹭了一下 直接穿死 但是帅锋也是把马哲给补掉 第一时间的一个一换一小道是看到了 对 哎这个雷是炸哪 他想炸插车没丢过去估计 看一下三打四 这一番 又是时间拖的很死 念就是从广场位置又回到 然后这个位置是把这个A小道都给打掉了 哎 哎 这边 但是 还不错 已经发现锁定位置了 我这个小道确定位置了 完了 那没了 直接拆了 直接拆了 因为看到你大哈的位置了 对 看到哈伦这边是回小 去走小道这个位置的 而且很聪明小姐听到没有 他的爆点 他是他是那种捂着麦克风就 就是让队友已经确定他的身体的位置了 反而是汉公不知道这个状态 反超比分 9比8现在sv领先一分 这分如果汉公能拿下 还有一个向战的机会 是的 但是如果说 7比2被翻盘的话 这个可就太伤了 如果sv这分拿下就是回了一个8比1啊 7比2这个汉公 这分非常非常的关键 是的 看一下汉公会怎么来选择 哎这一分是选择了一个前顶 我们看到这边保卫者 对要前压 三人的一个光浪前顶 下五套我以为顶过来 你知道吧应该不能吧 对应该这个关键 哎大药是几局了 对 看一下大药的排点能不能取到一些优势 这是念旧的位置 还是在中路的 这个店吗 第18局唯一一局起局 两队唯一一把局好像 直接回 但是 18日打掉一个跳桥跳桥的哈伦直接被批连18拉出来秒掉 那不会带漏了 知道有局不能带漏了 但是念旧这边的血量比较残 又控住了又要控住了 这边看一下小黎 两个残血在b点 这包如果汉公打b我感觉有机会 打也感觉就没机会了是的 哎来水下了 少要来吗 来了是要转a转b这个很重要我觉得对 往哪边鬼但是这时候水下是放空的 啊 这边4号位应该18在反抗 水下这波灵性了 哎这个就是大药抽掉的程序 4打3 又把b点的打掉 但是b点还有个念旧 呆了 要往a点扎了 这边枪水了 四打一那就是没机会了 应该是没什么机会了念旧残血的一个一打四 这个应该是完全没减 秒掉一个 还有机会吗 呃他自己没血没血 打掉那恭喜一下双方吧 啊给互相都留有了一个机会 是来到了一个加持巷站的一个情况 哇这个真的是 没想到我以为真的sv这边要回一个8比1 但是在关键一局的时候 大奥这边也是起上了局 呃成功的是抽了两个抽了两个 第一时间主要是五打五打五的时候不想一直在 哎就我有一套我成就是很成熟的一个体系 嗯那我就去 去练一些新的东西吗 对吧我觉得有资本啊去练这些东西 我还帅风中桥的一波拼枪 三打三 哎这个想换枪没子弹了没子弹了一打三的局面 看一下小黎 这边也是被穿的没血了 直接被小九穿死 哎中路这边是被打了两三角半血 对 这边帅风又是来到了中桥 这不被穿吗 一个 我吃 后面帮过来的 后面是帮过来 但是18这边也是跟18 呃18跟马哲一人杀一个二打二 中路中桥的拼枪把直接补掉 好 应该位置锁定了再找第二个人 哇 太稳了这个参举太稳了 确定一下两个人的位置 他只确定一个所以就没打 对这个是没打 真的我这个是太稳了 太好 这真的心太好 二比零 看一下这边汉工真的还是要加加油 好不容易是把比赛拖路到巷站 特别到现在直接 一口气没绷住这个就不好了 是的 但是看汉工的位置这边 是选择了一波卡架吗 还是要第二时间反拉吗 好掉了 没黏住啊 又打一个残血浆的话 这个不好打了 局势对于汉工来说并不是特别的友好 对 2打3 汉工这边大药和帅风的血量都不是很健康 感觉这分也很悬啊 看一下帅风来了帅风能不能开秒 一个 这补枪是很到位 我们看大药这一枪能不能 拘到 大药能不能先拘一个 拘一个满血的 看到了 被锁定了 这 还拉吧 没了直接被小九一个提前枪打掉 3比0 3比0 这边应该是听到这个汉工应该是在交流 就可能走什么位置没有跟上刚才 对补枪补的太慢了 没有补上枪 这肯定是很明显的要拉一起拉 怎么可能你一个拉 后面的对吧没人了 第一时间在中路帅风是打掉了长旭 这边突然间稳住了 毕竟现在是周围包仔又占一分 哎哎哎 这个 这是回头又跳起来把他给杀了 嗯 这个就这一个跳 可能 啊怎么说呢 啊大腰的这个枪线也是被拉开了 中这个中桥再次拉是没能走掉啊 被哈伦补掉 十打三 哎这个 一定要一个人一个人拉吗 但是这个雷很疼啊 好打一 要穿了 哇没办法 四比零又是小九 四比零四比零 看一下汉空这边能不能绝地反击一下 还是 s 位会 轻轻松松五比零带走这场加速赛 是的 中桥直接看到画面就一发 就是第一个人啊 我的妈 中桥你根本过不去啊 perfect perfect 五比零恭喜一下sv在加速当中五比零战胜